熱辣辣香噴噴的燒味 見到都流了好水 無論是上班吃飯還是下班加菜 很多香港人都喜歡去燒味店斬料 偶然有時趕時間 都會貪快地吃多幾次燒味 貪方便斬料 而且有時趕時間 趕時間買回來就不用自己煮 有網站就做了調查 發現每個香港人平均每四天就吃一次燒味 計落即是每年就吃了超過六萬六千噸的燒味 數量驚人 而最愛吃燒味的排行榜 第一位就是叉燒 燒肉和燒鵝分別就排在第二和第三位 不過有營養師提醒 燒味一般比較肥膩 加入的醬料又高鹽高糖 為健康著想 就算吃燒味也要吃得聰明一點 選燒味的時候 儘量選一些飽鵝脂肪含量比較低的 例如瘦叉 燒肉 豉油雞 還有油雞 但吃的時候記得要去皮去脂肪 還有看到燒的東西 儘量要剪掉 吃得太多脂肪含量高的食物 對身體內膽固醇 會增加壞膽固醇的含量 長遠來說會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機會 另外 燒了的地方 原來它的治癌物質的幅度也很高 都市人生活忙碌 有時一個星期一兩次的燒味都在所難免 營養師建議大家吃燒味的時候 最好配分低油份的五菊 和多點菜 就可以做到均衡營養了 有餐廳也因應市民比過去更加注重健康 調整了餐牌的內容 推出了多點選擇的套餐 我們都迎合現在的客人 市場的客人的需求 都是主要為健康為主 所以我們在飯方面都會加菜給他們 他又說其實不止香港人喜歡吃燒味 很多內地遊客和外國人來到香港 都會嘗一嘗這種地道美食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陳雅欣無道